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收了三隻NDS和VDS的遊戲 今天就來開箱看看裡面有什麼 這三隻分別是Pokemon的HUD 然後Pokemon的紅寶石 這個... 接著就是WIDE 這三隻其實... 我還沒有的,所以就想一次過收起來 因為我很久之前就想收好Pokemon的一些版本 這三隻就是我缺少的那三隻 另外還有好幾隻 應該還差三隻 或者四隻就應該齊齊所有Pokemon 是一些大眾作品 即是大眾機體會出的一些作品 那譬如其他的機 譬如是精靈競技場那些 我就沒有收集到 因為我的機器都沒有 收集來是沒什麼意思的 好,那看看這個黑 因為我經常看錯了 它白龍以為它是白板,但不是 它放這一個是相反的版本 所以它是黑的版本 裡面就有這個說明書 以及這個卡帶 通常如果它沒有這個盒的話 我是不會收的 好,那現在就開機來看看 裡面的Safe是什麼Safe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以前卡帶的年代 還在用卡帶的Safe 就不是在用機裡面的Safe 那所以呢 應該是有Safe在裡面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裡面的Safe是什麼 好,那首先第一隻就是這個黑 好啦,那一開始已經是雷希拉姆了 好可惜是這個YUNG的人 玩了22分左右五隻圖鴨 我們來看看它的進度是去到哪裡 啊 我經常覺得玩這些看別人的Safe很過癮 這裡應該是剛剛... 嘩,已經到了隧道口了 這個隧道口是在...是不是第一城鎮那裡 是,那我第一城鎮...聽完... 就是聽完N的講座 好,那就是這個草主 草主,那沒什麼特別 黑白的年代已經開始可以看到 性格加或者減 那你可以從遊戲畫面看到 它是加速度減特防 其餘就沒什麼特別 因為始終它是一個沒什麼紀錄的Safe 可以 skip一下一個 好,那接下來就是看這個Pokemon Y Pokemon Y其實裡面相對比較少東西 只有一份的說明... 一份的小說明書 還有一些宣傳的單張 那其實就沒什麼特別 那這個呢是一個3DS的版本來的 就不是NDS 而剛才黑白呢就是NDS來的 好,進到Y了 好,那這個呢就有一點的一些... 不錯的一個Safe 你可以看得出它有8個導管徽章 然後有36個小時的遊戲時間 然後有320隻精靈在裡面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CAMBB有什麼在裡面 好,CAMBB... 好,看一下CAMBB... CAMBB就在這個圓形大塔 我都忘記是什麼地方 好,那我先看看CAMBB他就... 有什麼精靈呢? 我們給他看看 嘩... 嘩,有隻超夢夢在裡面 我現在教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回來了 那你看到畫面是有少少模糊 還有花瓶的情況出現 但是呢,我自己本身的機器沒有問題 但是可能呢... 將畫面放在電腦上 可能有少少問題 因為始終太久沒有開 而且開始有點老化了 沒有辦法了 那大家請見諒了 第一招... 這個高速星星 還有龍爪、飛天、噴射火焰、熱風 對啦 那路卡利歐呢... 應該就沒有什麼... 應該沒有什麼特別去練那些性格 你看到他的性格其實都是很一般很一般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他有一個草主 CKY 出現了另一個人名 這一個就是特攻... 加特攻減速度的這個木的草主 好,那最後一隻就是這個超夢夢 這個超夢夢就是... 加速度減防 其餘就沒有什麼太特別 有波導彈、精神... 精神強點 然後有一個加防怨的屏障 好像叫做 然後還有一些自我在身 其實都... 有少少驚訝 因為有些精靈在裡面 而且精靈呢 其實都還可以傳回去銀行用的 那我們可以看看下一個究竟有些什麼 好啦,來啦 究竟裡面有些什麼呢 多不多東西呢 這個才是重點啊 欸! 這樣就出來了 那... 很基本的精靈 卡比獸 這些... 欸!有隻歪了在裡面 那隻歪了可以拿走了 有隻... 八變怪在這裡 對啦 對啦 應該還未... 還是這個地方是沒得查呢 喔!他只有一頁就可惜 對啦 很可惜地他只有一頁的精靈啦 一頁的精靈帶了一隻的歪爪 有超夢夢 雷伊貝 這些都可以的 還有一隻火柱 這隻火柱是普通... 普通特性的 OK 那Y版呢 就看著這麼多先啦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版本 160個圖鑑 我們看看他有沒有一些神獸在裡面 對啦 應該開始有那些神獸要抓的 正常來說 一樣啦 還是不要介意的畫面啦 OK 先看一看 嘩! 這些精靈都... 挺差的 對啦 那第一隻就是這個 豆粒菇 豆粒菇 沒什麼特別 加速減攻 加速減攻 下一個 詛咒哇哇哇 詛咒哇哇真的會用的嗎 烤瓊王 還有比加超 金魚王 沒有啦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現在檢查的就是他的大師球有沒有用到 看看 大師球有沒有用到呢 有些的Megaset 大師球應該消失了 因為我看不到大師球 有些的Megaset 還有有始源的那顆 珍珠 其樂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看到一個學習裝置 從這一代還是上一代開始 學習裝置變成全隊一起加成 所以就非常之方便 會不會有很多精靈 還是跟上一個一樣 都是一雙精靈呢 應該有神獸的 有兩雙精靈 我們可以逐個逐個看 有蛇文雄 基本上 風圓遇見的都在這裡出現了 鐵掌歷史 有隻蛋 這個蛋應該是果然仔 如無意外 好 這個沒有特別 狐力 OK 沒有特別 比魚龍 劍力 劍力 土偶 有很多道具 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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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隻 龍龍藍 古拉多 對 這個古拉多 看看 這個古拉多是什麼性格 加特攻減特攻沒問題 可以後... 可以後期搞搞他的 2016年8月1號捉的 對 就是本名捉 這個人叫什麼名 妹子 妹子 妹...妹子 妹子 誰說這種名字 妹子 讀金城 好 下一個 這個是什麼 綠美 這隻呢 背殼 彈彈珠 風靈靈 天然 天然 化石 魚 鈍甲 沒有特別 大王煙 修煉鳳蝶 天情蛙蛙 夜巨人 沙磨來 夢歌萊 然後這隻 有隻... 這個什麼 那隻... 游淚舞 什麼鬼 噢 好可惜 那就沒有了 基本上可以看到 他就有拉帝 歐斯 古拉多 是神手 其餘就沒有其他 沒有其他 那如果想看 如果想看他有沒有捉其他精靈 或者是有什麼精靈 還沒捉 我們可以看看他的圖鑑 他的圖鑑應該是有寫到 有哪些精靈是沒捉的 那... 在... ORS那個... 可以捕捉的神獸來說 其實應該是不止的 那麼少的 應該是有好幾個 因為他可以進去那些... 那些時空洞 可以去捉其他精靈 那... 所以呢... 其實就... 他應該有很多精靈 沒捉到啦 我想他是捉完神獸 打完騎乘就完 都是跟... 大眾玩家的心態都是一樣 玩Pokemon 都是自在這個冒險向 不是PVP的 你可以看得出 因為他的save 只是停留在第八道館 這個地方 然後就沒有任何進展 所以我想他應該是以冒險向為主 至於這三隻是否同一個主人玩呢 那就不清楚了 OK 好 那暫時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看看下次會不會再拍這些二手遊戲 一些傳檔給大家看 好啦 那就告別拜拜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